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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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餐还想拍照留证据 没想到人家只是塞钱出来 其他啥也看不见 不过钱是真的 老板开心地回去了 老板留了个小心思 将收回来的钱单独放着 果然 买上盘点的时候 这些钱变成了冥币 老板果当报警 警察破门昂入 看到四具尸体 经过法医判定 他们死亡超过一周 不过肠胃里的食物 是两天以内的 就是茶餐厅的食物 还有邻居说 他们清楚地听到 有人打麻将的声音 特别是夜晚安静的时分 洗牌的声音很大 附近村落也有人请来大师 大师发现 此单位门面朝东北 弃冲鬼门关 阴气极重 死亡之时 又是冲煞之时 四个灵魂都没有离开尸体 以为自己还在人间 继续生活定餐 吃饭打牌 直到警察冲进房屋 破了弃冲之场 才得以脱离困断 而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 是因为烧炭在屋中取暖 产生了阴氧化碳 导致四人在打完麻将后睡觉时 中毒而亡 这件事情匪夷所思 很多媒体报道了此事 东方日报都有记录和描述 香港政府也承认此事 广东那边的人比较迷信 他们对鬼神之说比较信奉 所以香港的媒体与官方 对待鬼神之事也是比较肯定的 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再加上普通百姓对鬼神的敬畏 对灵异传闻的好奇 事情很快就流传开来 引发全国热议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人们不禁疑惑 难道死去的人 还能继续叫餐吃饭 打牌不成 如若不是 为何香港政府不出面辟谣呢 对此 有许多网友认为 就理性而言 香港警方完全没有必要做出回应 或者说 不屑回应 因为类似的灵异传门并非这么一见 几乎每年都有大量报道 但最后又都证实是子虚乌有 以鹅承鹅 杜撰出来的 回应的话并不太现实 反而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继续制造更大的语论 所谓茶餐厅鬼叫餐事件 也是如此 极有可能是伙计为了吓唬同事 杜撰出来的 经过媒体加工报道之后 才变成了骇人听闻的灵异事件 当然 除此之外 也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见解 他们认为 鬼叫餐事件 很可能是一场密室杀人案 而所谓的叫餐 铭壁上的指纹 以及肚子里的食物 都是凶手用来迷惑警方 在死者死后故意处理的 好了 本期的自然质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感兴趣的话 就赶紧订阅吧